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矿工入洞挖矿之前 会用柱子固定山洞的图室 以防坍塌 可是到现在这个情况上来看 山体只塌陷了一半 说明另外一半的木柱 仍然支撑着山洞 那矿下面的人 生还的可能性极大啊 矿洞里的柱子可能支撑不了多久了 那你在等什么 还不救人 母亲他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倒是有个办法 就是将后面的腹脉给 炸了 对 少俊也是这么想的 没错 这样就能从后方开闭一条通道 让他们讨生 你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到底是谁愿意去当这个千古贼人炸腹脉 我这把龙骨盾了 一群人来求着让我去死 这炸腹脉也是大不禁的死罪 我知道了 这个事情只有一个人能做 女主角 女主角一定能够做 倩倩 你让一下 她是看不出我想帮她吗 少俊 您不出手也罢 好 如今这些矿工生还机会渺茫 百姓定会怪城主无能 花园城局面越动荡 对我们玄虎城就越有利 万一您出面解决了 反倒处境尴尬啊 我是怕百姓把这笔账 还是算在千千头上了 也罢 既然她也想到了炸腹脉 只要能解她困境 谁炸都一样 如果三公主要找的人是裴四旋 少俊还会这么豁达吗 是 自然 三公主这是要去 找楚楚 还请三公主不要为那小人 二郡主有命令说 不能让三公主离开府门半步 就离开 住手 千千你太任性了 自小我们什么都一人 才把你灌成如今这样 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二姐 现在情况几件来不及了 你赶紧带你手下人去 把矿场那一百多个人 给救出来 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这可是一百多条人命 别人可以默不关心 但你不行 你是女 郡主 这是你刷名望的好机会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想着那些矿工 只要炸了福脉 就可以把人全部救出来了 炸福脉 你是想让我落得跟你一样的 下场吗 被母亲废除 失去郡主身份 被万民痛骂 请愿祭天吗 那能一样吗 我偷龙骨那是为了一己私欲 你不一样啊 炸掉福脉 虽然会引得母亲一时发怒 但是你就黎民百姓 赢得的是明星 明星当然比母亲的喜怒 更加重要啊 对你而言 明星当然更重要 那是因为你深得母亲宠爱 你知不知道 我在外与人搏命 危在旦夕的时候 母亲却守在你的床前 对我不闻不问 刚刚 母亲终于对我笑了 你知道为何 却是因为我请妙带兵护着你 在母亲的眼里她只有你 但你却一再做出 让她进退两难的事 二姐 你可曾想过 如果当初动龙骨的人是我 我现在 或许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不是这样的二姐 你动龙骨那是顺应天命 我动龙骨只是为了保 爸 我只将你看管妥当 不被母亲责骂便好 二姐 你是将来要继任陈主的人 你怎么可以为了逃避母亲的责骂 就放弃一百多条生命呢 郡主的名声 真的比一百多条生命还重要吗 我不可能为了他们毁掉腹脉 至于那些矿工 为花园城牺牲 也算是他们作为花园子民的福分了 倩倩 希望经此一事 以后你也能多为别人着想 安分守己一点吧 如果当初你没有动龙骨 说不定母亲今天就会下令 动一动腹脉 救下那些人 带她回房间 可我如果安分守己 也许早死了几百回了